7车一辆辆被拦了下来展开联合机场 车子有没有发出扰人噪音 有没有违规改装都得仔细检测 因为白河关子里南172线175线 三路曲折蜿蜒 是改装车辆大型重击的热门跑三路段 假日夜晚总是呼啸而过 打扰住户的睡眠引发民怨 因此警方特别选在双十廉价 会同相关单位联合机场 希望透过多管旗下的方式 有效防止改装照应车进入山区劳民 除了当场机场蓝查取缔之外 环保局也展开科技执法 在白河仙草普段设置了车辆排气管声音照相 只要车辆行驶经过 音量大于86分贝就直接拍照举发 结果两天下来蓝查了上百辆车 查获改装车十一件 无照驾驶六件 预期一件 还有未带安全帽两件及六件未系安全带 加上八件照应车 总共开出了三十四张罚单 警方强调保障三区用路人行车安全及安宁秩序 没有假期民众连假出游 也得特别当心 TVBS新闻顾索仓 他能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